速度帶起來喔 您先開始吧 今天我們目標五封信要把五封信回完 我是馬克 星期一的馬克信箱 十分鐘的時間 我們看五分鐘能不能把十封信回完呢 當然可以 十分鐘能不能把五封信回完 我的腦子根本就是醬糊 我們十分鐘可以回完五封信嗎 可以了 Dekiru I don't think so 太快放棄了吧 我是狠心的典友 叫我三分堂好了 我想要透過我的經驗分享 讓更多典友知道 狐臭是怎麼治療的 我從小是一個只要出汗 腋下就會有味道的女孩 我媽媽也有 這是遺傳 所以從小我媽就耳提面面跟我說 只要流汗就一定要記得擦藥 所謂的藥是她不知道從哪邊用來的中藥粉 她說很貴喔 那個藥確實也有效 可是 那只是讓你變成中藥的味道吧 就大家只會覺得 喔這個人吃中藥吃的好重喔 可是只要一流汗 狐臭味就會散發出來 那不就是沒效嗎 反正這件事情非常困擾我 非常非常 我想大家都有個經驗 就是秘密的電梯 有人放了個屁 就是密室瓦斯蛋 或是通勤的時候 夏天的捷運車廂 車門一打開四面八方的汗臭味 逃不了 但我覺得 胡臭是比汗味 屁味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因為那個很濃啊 而且我覺得我是嚴重的胡臭症狀 就像自己身上帶了一顆不定時炸彈 我身上一流汗 就會很神經指著要去廁所擦拭它 可是那個味道其實很難擦掉 我男友也會說 那個 你身上有味道 我變得非常害怕其他人的眼光 因為那不是味道而已 是影響我整個人的心理狀態 是啊 困擾我二十幾年 我下定決心去動刀 是因為長期以來 我媽都是用非常鄙夷的語氣跟我說 欸 你身上有味道 欸 你很臭 可是媽不是你也有嗎 那個語氣總是刺傷我 好像我真的很噁心 所以出社會幾年之後 有一點存款 我就要去做胡臭去除手術 那媽媽為什麼 她怎麼撐過來的啊 我想知道她媽 是不是人這個年紀到大了 就像媽媽這麼老了 可能什麼東西有些陷入 分泌物沒了 萎縮了 喔 因為那應該是一個什麼 頂江縣的問題 可能那個縣題就是 啊 你說從頂西到薑紫萃是不是 頂江縣 有這條膩 有這條膩 哇 從頂西到薑紫萃居民不開心喔 怎樣 你們那條頂江縣喔 夏天就很臭 我們今天只有十分鐘 我們要回五封信 你現在跟我大聊頂江縣 你是不是你看 中和魂就被撩起來了嘛 火來了 而且頂西是永和 喔 腳趾就是板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不太理解啦 我選擇去大醫院 諮詢皮膚科醫師 挑一天做手術 從手術到後續修復期 大概是兩個禮拜 我的症狀是 中間偏重度 所以採用 旋轉刀頂江縣刮除手術 小小科普 湖中的原因就是因為 汗腺下的頂江縣的分泌物 發酵的味道 嗯 這個手術會用特製的 不鏽鋼旋轉刮刀 只需大概一公分左右的開口 就可以深入皮下組織 把真皮層下的頂江縣體 刮除後 抽吸出來 嗯 當天我只有腋下麻醉 神志清醒在非常冷的手術室裡 看醫生跟護士忙來忙去 我的視線呢是被不遮住的 所以其實也沒有那麼可怕 而且手術室內播流行歌 我還記得在播林俊傑的作品 是喔 欸 手術跟醫師都很愛放一些華語 或是 真的假的 我有好像做醫美 他好像在放一些 就是那種 就是UK金榜 就play出來 可能要打起所有的大家精神吧 是喔 我可以選歌嗎 我可以帶我的playlist進去嗎 我覺得可以 OK 因為好像如果比較聽還說 欸你有沒有想聽什麼歌 他就放什麼歌給你聽這樣子 手術結束後那三天真的非常痛苦 腋下的包紮棉花像小枕頭一樣壓著傷口 雙手也是完全不能動的狀態 因為很怕牽扯到腋下的傷口 你不能自己洗澡洗頭 連上廁所擦屁股也辦不到 感謝當時的男友 現在的老公來幫助我 甚至連床上支撐做起來動作都非常困難 撐過三天換藥之後 包紮口會越來越小 過了幾天給人洗頭擦澡的生活 我覺得我迎向新人生 手術已經兩年了 腋下的傷口還是有一點點疤痕 但我不在意 因為我已經告別過去被狐臭困擾的自己 我可以揮汗運動 我不再害怕 我夏天辦公室滿身汗 我也不怕 我也不用看到媽媽嫌惡的眼光 或是男友那個很委婉 又很小心翼翼想要給我建議的感覺 我覺得做這個手術是我人生中最正確的決定 是 現在的我其實遇到有狐臭的人 我都能體諒他們的辛苦跟難處 因為這不是我們自願的啊 過來人過來人 這就是我告別狐臭的心路歷程 如果你跟我一樣困擾 我誠摯的建議可以去醫院諮詢相關手術 因為非常值得 這種事情也只能在樹東般的馬克信箱裡傾訴了 小小董那一百元 祝兩位平安順心 這真的是人生的整個生活品質會大大改善耶 沒錯 這個真的很值得做 第二馬力馬克 我是有一陣子沒寫信的二元數 昨天我聽馬克信箱 馬克說2020下半年的信 被我們移到了黑洞裡面 我憤而提逼寫信 我去年的下半年寫了四封啊 每一封都有抖內啊 那封信竟然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被唸到 我想對兩位說 如果真的loading太重 至少讀一讀把抖內收下 然後請兩位幫我把信寄回來 為什麼 不是我們的loading重 跟你可能你想像的不一樣 我們就是 你覺得我們是怎麼樣去運作這件事情 你覺得我們會先打開 然後想說這一封適合在今天回喔 沒有沒有我們就是 誰有那麼美國時間啊 我們當場開當場回啊 我有那個時間 我就一直都做五集啊 對啊 奇怪了 對人家生氣 我想逃離黑洞還要被罵 你跟我去做頂江線喔 聊一聊最近的近況啊 中秋節快到了 公司要發獎金 十分期待今年會拿到多少錢 第二 因為疫情的關係 今年台股除全息的時間往後延了 但沒關係 該是你的 只是早來或晚到 我查查對賬單 今年操盤加股息 我足足幫自己加薪了半個月 真的很感謝兩年前 決定走上存股之路的自己 看見自己種下的種子 逐漸開花結果 令人非常振奮 第三 最近在工作上 被資歷升的前輩教訓 我的工作方法不夠好 寫出來的程式碼結構很差 可是哪裡差他也不跟我說 後來我理解到 他是那種會督促自己進步的人 他把對自己的要求放到了我身上 所以我找他好好地說 說他傷害了我 還有我跟他不一樣 我只是一個在職場上混口飯吃的人 我們不一樣 選這份工作 只是讓我能吃到比較香的飯 講完這些 感覺他的氣焰 瞬間咻 消瘋了 這件事呢 就告一個段落 後來我仔細想一想 這種太過現實的真心話 放在二十歲的我 應該是無法開口的 但三十歲的我 可以好好地表達出來 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種大人的樣子呢 總之這樣做 讓我心裡舒坦很多 最後要祝馬克馬利 及所有的典友 都有疫苗可以打 貢獻了兩百元 謝謝 欸這個 你覺得你的主管是個會 就是很要求自己的人 然後你直接去告訴主管說 抱歉喔主管 我沒有這種上進心 我來就是只是要混飯吃 你不要太逼我喔 這個是不是有一點 就是我會做好我飯內的事 但是你不要逼我 因為我沒有想要長進 你想要聽長進的故事嗎 我們來聽這一封 好的 馬克馬利 我是入教幾個月的小教徒 焦糖布丁 欸焦糖布丁 我怎麼覺得 他好像叫我不要念這封信啊 欸好像是不要念這封信喔 對啊 我是焦糖布丁 沒事了再見 哈哈哈哈 哇今天突然這個進度可以往前進啊 哇哇哇謝謝你的兩百塊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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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哇哇 你真的很棒欸 我真是很佩服我記憶體啊 我真的是 oh my god 我mind palace啊 我福爾摩斯 新四季福爾摩斯啊 好 他剛剛應該聽到我在說 我是焦糖布丁 然後大尖叫 不要不要 不行完蛋了 有人在聽 我會被忍出來 我是R 剛剛聽完2021 1015哥哥妹妹有意思的錄音檔 充滿正能量 我們十月十五講了什麼 中秋節啊 我來查一下 你的酒館對我打了呀 明明就很喜歡抖音神曲 為什麼可以寫出這麼洗腦的歌呢 你的媽心對我打了呀 我打你啊 標題是飛碟台慶 有急事找灰文 蛤 這為什麼會有正能量啊 他覺得可能逗他很開心吧 我記得那一天 那個急事找灰文的聽眾 讓很多人很快樂耶 真的假的 對啊 這很好笑啊 就是有一種以前半夜做節目 瘋子很多的急事感 第二個小時是 聽眾要我幫他兒子選名字 這個嘛 所以他開心應該是第一小時囉 應該是 俗話說 天助自助者 為了籌措學費跟生活費 他目前在讀研究所 他就在蝦皮開了一個賣場 小小經營 非常美 但是小眾的地圖海報 要借馬克現場宣傳一下 各位點友 麻友 如果你們想要裝飾家裡 或是營業空間啊 歡迎來逛逛 這個蝦皮賣場搜尋地圖控 謝謝馬克瑪利 這一次呢他就抖內商品 希望你們也會喜歡 這個商品呢是三張地圖 一張呢是台南市 我靠 然後另外一張呢 密密麻麻 對啊 另外兩張就是島嶼 你來看看 你看不看得出來這是什麼島 好 我先你先把它抖起來 我眼睛閉起來啦 請看 是台灣台灣的嗎 你看嘛 馬達加斯加 我猜應該是小琉球啦 啊 然後還有一張是 上面都沒有中文是不是 蘭嶼啦 這個一看就知道蘭嶼 對啊 所以你就看開發的程度 密密麻麻 台南市 然後完全是空的蘭嶼 就是我時間比較多的時候畫台南 時間比較少的時候就畫蘭嶼 線條差很多 小琉球感覺可以送給一些 就是有在玩自由潛水的人吧 這個蠻棒 就是你可以用一個像畫框把它框起來 放在你的床邊 你的空間裡 馬克馬莉我是聽上班不要聽一年的菜雞 想要請教主教母次名 那你就叫菜雞就好啦 哇菜雞很多欸 很多隻菜雞欸 已經有1234567 那你就是 第八號菜雞 幹嘛 我以為你要把數字加在後面 菜雞1 菜雞2 菜雞3 菜雞8號 你這樣很快樂喔 我好屁喔 我在屁什麼啦 我竟然會因為菜雞方有快樂 我是小學生你 而且我們剛剛才錄完一集 然後這一集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 是在說職場裡面最被討厭的10種人 第10名就是在不合時宜的地方 開色情玩笑跟開黃腔的人 我真的很愛開黃腔欸 我真的很喜歡女生的身體 你會為自己招來更多更多的 我的經紀人已經跟我說過了 他說過無數次就是 還好你是個女生 他說你有時候看其他女生的視線 真的是世間啊 灼熱 如果你是男生你 就是不知道進警局幾次這樣 你看我幹嘛啊 我一直只是說我就是喜歡用這種很快樂的眼神 去看見人家 女生身體很美不覺得嗎 是啊 就是上帝把女生的身體弄成這樣 真的是很妙欸 前面這樣 後面這樣 後面這樣 然後因為有那個腰 然後因為有那個屁股 那個曲線很自然的力量 我愛的是自然的力量 我想要記錄我跟男友的狀況 把它變成時空膠囊 因為我們現在在面臨往結婚的路上 或是不要去結婚的路上 OK 原本我是一個不婚不生的女生 遇到她離婚帶著四歲的孩子 想說 太好了 對我來說也不用面對交往後 家長要催婚的壓力 我也不用擔心生小孩的問題 我不深是覺得生小孩是對孩子有責任 甚至對社會也有責任 可是現在社會啊經濟狀況啊 我覺得短期內我不覺得有改善的契機 所以我不想生 不想要造成我小孩的痛苦 嗯 事實是我們在一起一年多了 我住在她家 跟她的家人 跟她的小孩都相處不錯 也很像老夫老妻 原本想說 哎呀那我們就加到六十歲再結婚吧 有沒有結婚 那張紙根本沒差 直到那天 我們因為她前妻總是在半夜傳訊息來以小孩為借口 實質一直在探尋 你好嗎 喔 你好嗎 我想回來等等之類的 喔 所以當初的分手是男生提的喔 他沒說欸 嗯 尋求一位我很信任的諮商師協助時 諮商師告訴我們 想要像現在這樣信任到白手 我們必須考慮結婚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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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想要這樣 到了六十歲啊 那你們必須要考慮結婚啦 蛤 怎麼會有諮商師給出這種意見啊 就是給出這麼明確的意見 這個 這個有違背你的諮商訓練吧 來信的人覺得看待結婚這件事情 他看到的是限制 可是諮商師看到的卻是保護這件事情 我不必陷在過往父母的爭吵當中 我可以活得跟我們父母不一樣 我原本不婚不生的想法 那個完整的蛋 現在好像被超破了一個洞 蛤 蛋殼破了 蛤 我開始思考 我真的決定不結婚嗎 還是因為我受到父母的影響 是我的前一世在逃避 所以我不結婚呢 開始有很多問題浮出來啦 全部的蛋都跑出來啦 像威秀寶寶一直射出來 蛤 想問教主婚前 婚後 你是怎麼看待婚姻 你有什麼不同的想法嗎 教主 他沒有問教母 呃 就是卡卡想結婚啊 對啊 那你想跟他走下去啊 那就是結婚啊 對啊 不是這樣嗎 是啊 很簡單 嗯 跟父母影響那些應該都無關吧 呃 對 這邊有一個想請教主用羊定一的聲音來朗讀這一段 各位早安 你可以信任我 你可以信任你內在的聲音 你不再需要害怕 我 會保護你 會讓你覺得安全 我愛你 付上一百元 什麼我們回完了嗎 搞笑啊 搞毛啊 我們是不是很棒 目前進度不錯 會不會十分鐘還不到 搞毛啊 早都過十分鐘了你在說什麼 喔喔喔喔 只是沒有突破到我想像的那麼長 OKOKOK 好謝謝大家今天的 回完了 回完了 我還以為還有最後一封耶 沒有啊 Oh my god 沒有啊 今天發生了兩個世界奇蹟啊 第一件事是 第一件事是 不能講 你即時攔截不能念出的信 喔喔喔喔喔 第二件事 我們時間掌控得很好 那就是因為我們不用念那一封信 因為那一封信有七頁 馬科技像我們下次再見囉 記得把我們訂閱分享按讚 劉肺也見面 沒錯沒錯 掰掰